Hello 大家好 很久不見了 我前段時間去了澳洲旅行 相信大家都知道 由香港回到澳洲 其實機程都不短 而在這8至9個小時裡 已經足夠吸光我們女士門身上的水分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帶了什麼護膚品相機 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FANCO這個WASHING POWDER 很好的 它是一個獨立包裝 所以其實都很方便我們帶去旅行用 或者是直接戴上機的時候用也可以 話說我本身一上機的話 其實我都已經不會化妝了 所以其實都可以很輕輕地 在這裡洗一洗臉 然後再用爽膚水 FANCO這個就比較溫和一點 而且洗完之後都沒有貓貓的感覺 然後到爽膚了 我會用這支CHANEL的Beauty Lotion 你看它比較稠一點的 再西樂曠 garage 最後用它做出來 它都要復合一價筋才能有頭力 它就不會那麼濃的狀態 GEL其實蠻好 因為你上機後知道 一遇到氣流 其實就很容易晃一晃 你像你從來洗澡 弄到絃到周圍都不好 然後自己又會沒了整支 之後它毫無60酒 這支除了它的GEL worked 除了我喜歡的清香味 Chanel的護膚粉大部份都有一種花香的味道 我本身都很喜歡 之後我忘記了塗眼、serum、face lotion等等 直接塗Astinel的Advanced Night Repair 基本上1.5ml就會擠出來 然後塗勻後就會按勻整個臉 大概半分鐘左右,然後按頸 還有只可以塗一隻手 用完之後,8-9個小時內已經不需要再塗 即是我已經不需要再塗其他monsturizer去保濕 已經很足夠,直到下肌了 下肌之後,我又會9秒9時衝進廁所 然後馬上洗臉 然後塗上剛才的爽膚水 之後就會再塗Chanel的iGel 都是保濕功效的 之後就會用Locitane這個Face Cream 它比較豐富的 滋潤一點 因為其實澳洲已經是秋冬了 而且它那邊本身已經比香港乾燥 所以我就會用一些比較滋潤一點的東西 然後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沒錯,BB Cream 我這次就選了Chanelens的BB Cream 它還會有防曬 澳洲那邊的紫外線都高 所以其實我們一下肌之後 都已經有機會接觸到陽光 第一時間需要的就是防曬 還有塗BB Cream有個好處就是 我一來可以設到黑眼圈 二來就是我去到酒店一檢查完之後 我只會用一點眼睛 然後就用眼紙 就可以出去 然後就可以拍照 今天介紹的產品 除了Franco House的washing product 本身真的是獨立包裝之外 其他都是我幫襯不同 護膚品品牌的時候 他們的設置送給我的一些Sample 那些Sample我本身就很喜歡吵的 因為譬如我們做完工作之後 我們太誇張了 需要卸妝的 然後馬上塗護膚品 那我都會拿Sample 另外就是剛才我們會介紹的 就是這個長頭肌 另外就是一些短程的內衡 那我也會去戴 因為我寧願是戴一些比較輕便的 然後可以多些位置去買其他東西 那我其實除了以上介紹的護膚品之外 其實我還會是 記得戴上一個潤唇膏 因為都會口乾的 那另外就會是眼藥水 而且我上機的時候 我一定會脫抗 然後就會戴眼鏡 那所以我們都要 帶多附抗抗 在Hand Carry的小裏 那我們一下機 就立刻可以用漂亮的裝扮 來迎接我們的Holiday 那希望大家以後上到機 都好好地幫自己的肌膚保濕 來 謝謝這次 謝謝大家 來吧